大家好,欢迎您收看6月20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 佐西湘伦山春发现了2000年文化遗址 也填补了花莲县考古遗址最后一块拼图 那么除了是围馆保护 在地的县议员金淑敏也会同了县议会文教小组 今天是特别成立了专案来显堪 建议县政府等相关局处能够协助部落 进一步来围馆发展 地方也乐见其成 佐西湘伦布山文化遗址除了出土文物如石伦 相当特别 再者距今约2000多年历史为花莲县最重要 最具关键性的遗址 大家也觉得一个我刚刚有讲到的 就是在2000、200年到1600年之间 我们花莲的考量其实非常少 可是这个伦布山遗址 它的特色就是它我们在TENSE是一年的时候就是2000年 所以说它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的部分 伦布山文化遗址不仅是填补了花莲县出土遗址时间轴的最后一块拼图 佐西湘在地县议员金淑敏也在议会开议时提案认为更是部落借此发展的契机 因此今天举行专案邀请县议会跨小组 县文化局以及农业处、观光旅游处、圆明处等局处单位献刊 与部落农民、文史工作者乃至于齐老讨论交换意见 佐西湘轮山部落除了有知名优质的苦茶油产业 近来林保署调查以及保育类财官归密度全台第一的地方 再加上伦布山2000年的文化遗址 县议员民政小组成员金淑敏议员表示 在0403大地震后伦山部落能够成为中区观光新亮点 伦山这个地方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礼物 小旅行、微旅行通通驻足在我们这边 既然我们有两个地方的亮点是文化遗址 那是不是希望我们这个伦山部落这里呢 我们最后我们是要把我们所有的遗址放到这个文资馆 然后也接下来呢是不是做一些文资馆在我们伦山部落 然后所有的人草来了我们才有商机 那我们的申请应该是都没有问题 所以要谢谢所有的各局处 还有我们光联县县长呢 特别重视我们所有卓乡的所有事务 一些应兴应得的问题呢 今天呢大部分初步的都已经了解了 以后未来的发展 我们会持续有细的再去研究 再去做推动 正后如何提升并开发花莲中南区观光旅游性亮点 先议员金淑敏认为就从伦山部落出发 先议会文教小组二招吴建志 农业小组林一芬议员提出诸多建言全力协助 而在地部落族人也都已经准备就绪 期待在各界协助下 迈开伦山遗址文化农产小旅行的第一步